这个是去皮的老豌豆 这是我提前一天晚上泡好的 要浸泡8个小时以上 倒入电饭锅内 我泡的干豆有6两左右 偏清水 比平时焖饭的水要多一些 按快速煮饭键给它煮熟 我发现汤天内有一些多 就给它改成了煲汤模式 用勺子轻轻一摁就能摁碎 放到搅碎机里 搅打得越细碎越好 倒入干净的锅内 尽量不要选铸铁锅 加入冰糖 按一斤泡好豆子 加60克冰糖的比例加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添加 开到小火不停的推底搅 要不停的搅 要不然它会像火山喷发一样 喷射出来会烫到你 可以加一丢丢盐 让甜吃起来更有层次感 就这样不停的翻拌 直到你用硅胶铲 这样中间滑一道 它纹路削得很慢 而且挂锅铲 低落的也比较慢了 豌豆黄就熬好了 不用再添加裙纸啊 吉利丁一类的 因为豌豆本身的胶质 就足以让它成型 关火 准备个容器 铺上油纸会比较好脱膜 把表面用勺子按停着 放到自然冷却 冰箱里冷藏4个小时 再来吃 炖一炖 也让它更磁势 冷藏好 扣出脱膜 很容易就拿下来 改刀如果有些沾 刀上可以沾些水 直接上手拿一块 啊 张嘴 入口即化 冰凉清甜 回口有豌豆的清香 冰冰凉凉 甜热来吃很不错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